金城武請跟我們分享一下 參與這部《太平倫》的心情 對我來講 當然是很榮幸 刺幣也是一樣 那時候就已經覺得是 天上掉下來的一個禮物 那這部也是一樣 我也是滿最後才得到這個機會 所以其實滿驚訝 不過就看了劇本 劇本非常好 那裡面的角色 剛剛張哥講的 因為他用的語言 可能自己也都會用 所以覺得比較有 可以比較輕鬆 去專心去把這個情感演好就好 很幸運 是 這個金城武很客氣 據說他曾經在受訪的時候講說 他很想拍一部感情很濃郁的戲 這次有沒有達到你的理想 你的夢想 其實我不記得我講過這樣的話 是 你知道網路上很多假資訊 對 可能曾經講過 並不是那麼的認真吧 是 誰說什麼 什麼樣的劇情都還是會想去挑戰 還是會想去挑戰 是 這次不容易 演一個淤醫生 然後在那個戰火當中還要救人 還有空談戀愛 其實我已經看過電影 哦 你已經看完了 他還沒看過 他還沒看 你看過了 那我那天看完我就 我看得到我就比這樣 就是 就是很羨慕 我很羨慕他們這一對 其實 我看的時候 會很難過 然後我就會回到那個哲坤的心情 然後我看 將軍跟夫人是那麼的 那麼的勇敢的在戀愛 被大家祝福 就看了就很激怒很激怒不知道什麼 是 但是後來當然劇情久就不透露了 看來還是會很難過 是 就是小明說的很好 好 謝謝 哇 你看 謝謝 很高的評價 那我們也希望金城武要多多出來 要多出來跟大家認識 交流交流好不好 你知道黃曉明在台灣的曝光率 都快比你高了 你知道嗎 你不能只靠一個ICU就這樣混兩年 對不對 你平常也不上我們節目對不對 也不來電台受訪對不對 就靠一個ICU這樣混 這樣也不行 頂多一個那個什麼很慢很慢的 這個東西對不對 要多出來好不好 不要那麼神秘好嗎 可以嗎 我試試 你盡量好不好 還是你待會留在這裡 讓大家拍照拍到九點 順便辦個簽票會之類 好啦